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Jacky 我們今天來到中山南投鎮的海峽紛城 做直播show的一個準備 剛剛好我就想趁這個時間 拍一拍我如果從這個海峽紛城 去到我們南投鎮的南投站 高鐵站 輕鐵站 是需要步行多久的時間 我現在看到這個花園 就在一個apartment的花園裏 一到六棟的apartment的花園 讓大家看看這個 我先切個鏡子 我們看到的就是海峽紛紛城 這個海峽紛紛里 就是apartment的花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棟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山洞和六棟的東門口的位置 這個星星的位置 它是有兩個出入口 如果高鐵的話 大概是在這個樓盤 就是這個花園的東南位 東南位 如果這裡直線步行的話 很近的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但是因為它還未整好 我待會嘗試這邊 東門走出去 應該就會經過一個地盤 我們看看需要多久的時間 現在從這個位置 在東門這個出入口 走出去 因為自己一個人拍攝 我就可能拍不到我自己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看這條路怎麼走 在這個位置 走出去的話 它是給這種的 有些停車位進入的 到時都可以是拍小車 或者是拍電單車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人行的話都會比較方便 當然了 它也會有安保 在這裡看著 正常來說 是直接行這條路 看到嗎 那個位置就是南投站 就是南投站 那一棟就是八棟的單位 二、三年連中了又收樓 八棟、九棟、十棟都建在前面那裡 到時如果是整好這條路 直接走過去 走到那裡 我相信應該不用五分鐘吧 應該不需要五分鐘 所以的話 到時會更加方便 那我看看現在找條路 走進去 現在找條路 走進去 就可能要掉頭 走回到後面這個位置 走回到後面這個位置 那這條片的時間 我不知道多長 因為現在開始拍 那應該就 到時未來五分鐘之內 可以去到南投站 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看最後幾分鐘 可以過去 現在開始計時了 不知道之前的話 有沒有客戶是買了這個樓盤 那又未試過是坐過這個南投站 那其實我之前都會有在廣州南站 坐過回來的 因為之前沒有開車 在廣州南那邊坐回來 那這個時間呢 大概就是二十分鐘 那我們都可以鋪一下 我們如果是從這個南投站 坐高鐵 去這個廣州南站 在哪裏是手票啊 還有多少錢啊 多少分鐘啊 我都 我們應該叫一個後期展出來 在這裏給大家看到 那我們看到這條路的話 其實它是會有東西的 它會有一個好像停車場 那樣的位置 還有一些樓盤呢 是做一個大排檔的形式 在這裡開 應該就是臨時的 因為舖面也沒有 而且前面有個練車場 前面有個練車場 我其實住在這一邊的話 在這一邊看到 它就會很空曠 即是很開闊 但是的話 噪音的話 我相信也會有一點 因為上面這一條就是高鐵路 然後前面八棟 這一棟是六棟 前面是三棟 那其實也會比較近一點的 一走路都可以五分鐘走到過去 不可能說我聽不到那些噪音 對不對 人家都看到有人 其實在這裡練車的 這個是 國內考車牌這些的 家校 我們說 那其實快到了 還有的話 如果是search導航的話 即是住在這邊search導航 你怎樣走過去呢 它不會教你走這條路 因為它就現在這一條 在這裡整個路 它就沒有顯示出來 那它教你 就繞大圈 我們在高德地圖 查一查 然後給大家看到 繞一個大圈 成十五、六分鐘 才可以到南投站 其實那個時間 它就沒有這麼智能走這條路 它就繞了整個樓盤 外面商場 一個直角位 九十度位 這樣就繞回來 所以會十五、六分鐘 其實不需要的 那我現在呢 就基本是行道 我都看到已經是南投站 三個字了 真的行道吸氣了 在後面有車 其實也有點危險 這條路 會有人在這裡練車 大馬路我反而不怕 我很怕他們練車這些 那我們行快兩步 快點出去先 然後那邊呢 那一棟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都是一些寫字樓 或者加上一些電訊部門 那這一邊的話 走出來就到了 因為入邊呢 其實正常行入邊的條路 正常行入邊的條路 就會很快很方便 一條大直路 也不用這麼危險 但是它全部都封住了 看到那些板封住了 那來到這邊的話呢 就是剛才在裡面 看出來的位置 這個就是它在建造商場的環境 那其實這個商場到時 它是地上五層 地下兩層的 一共七層的一個大的購物 就是上面 那上面也有一個空中花園 然後看到嗎 進站口 這裡有部升降機 上去的 裡面還有一個電梯 那上面呢 就是南投站的了 那其實呢 按照時間 其實呢 按照時間 按照時間 剛才我走了 大概是 四分幾五分鐘而已 那如果我不用繞路的話 原來三分鐘 三分鐘幾分鐘 其實就可以過到 這個南投站這個位置 就是我頭頂 南投站這個位置 那後面就是進站口 所以這個呢 的時間呢 講是高鐵上蓋物業 這個是確實是真的 因為三分鐘 三分鐘幾分鐘 行到一個高鐵站 我覺得很快 那都可以 看看他現在做的一個商場 希望他快點做好 我們可以快點用到 還有我們業主 都可以 快點享受到 這些商業配套 OK 那今期節目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